韩国食药监部门吊销了一家韩国知名的肉毒素的品牌 其实现在在中国流通的大部分的肉毒素产品都是不合规的 我去您的驻韩记者带你看美容针背后的秘密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首尔市的江南区 这里面因为汇集了大批的这种整容机构也被称为美容街 在这里呢就是可以看到基本上这些小店还有这种大楼里面都是各种各样的美容机构 在韩国确实这种美容啊整容啊非常非常的普遍 它有一些技术确实也是很顶尖的 但是它背后的坑也特别的多 第一个呢从咱们现在的肉毒素这个来看啊 整个现在中国对于这个的管制是非常严的 中国其实到现在只有四家企业能够合法的进行流通 一家美国一家英国一家中国本土还有只有一家是韩国企业的 而且这家韩国企业呢还是在去年底的时候刚刚被批准 可以在中国进行这个肉毒素的这个针啊 它还没有进行大面移的流通 所以目前你们在咱们在中国买到的大部分的韩国品牌的肉毒素的针 都是通过不合法不合规的途径进入到中国的 第二点呢就是其实比这个肉毒素针的质量问题更严重的是 它的这个接种规范的问题确实啊咱们退步来讲 有一些可能是在韩国或者国外它这个品牌得到了一定的认可 可能是因为各个国家的制度不一样啊 它可能没有进入到中国 比如在韩国你要是想要打这种肉毒针呢 在如果是正规的机构它有非常复杂的一套流程 而且它必须是由专业人员专业的机构才能给你进行注射 绝对不是你自己买了一个针就自己打了 或者说就是在随便的一个那种做清洁的这种美容机构就可以随便打的 打这个肉毒素针如果长期过量注射的话一定是有副作用的 像我也在这打过我之前打过这个额头 打完了之后就是很明显的感觉这个额头是紧到有一段时间 而且它这个眉毛呢会有这个很明显的往下滑的感觉 所以就是肉毒素啊它的本质上其实它是麻痹你的肌肉 然后呢通过这个呢让你的肌肉就是有一种好像是去皱或者消瘦的作用 但如果你长期打的话肯定会造成这种僵硬也好啊 或者面探也好肯定是有副作用的 如果真的要接种这个美容针的话 一定要去合法正规的机构 如果是要在韩国的话我建议一定要找本地的朋友带你去 第二个呢就是其实在韩国的一些这种大医院 就是咱们所谓的三甲医院也有这种美容科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找谁呢 你就干脆去这些大医院先去找医生好好的咨询一下 最后想说呢如果是真的进行这种美容项目别忘了退税 因为韩国政府呢这几年出台了一个专门的整容税 我觉得全世界能够出台这种整容税的国家 可能也没有几个了吧